前两天跟大家说了很多生活上很紧张的事情 今天我们换一个口味来看看一些在新加坡的老家具 也可以说是中古或者二手 但其实东西都很好 像这个那么漂亮的桌子 一米八成一米成七十八 才五百五十块钱 然后还配了两张凳 然后这些茶几你看才八十块钱 就是才八十块钱 这么一组茶几也是加沙发也是非常漂亮 然后刚才只是看的冰山一角 这上面有沙发有壁画 这实际上都是蛮好的一些东西 而且看起来都非常干净 像这个架子才五百块钱 看的都是非常新非常干净 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可能从上一个主人那边就被淘汰了 像这些中式的椅子才两百五十块钱一件 还有这个画都是让人嘖嘖称赞 还有这一幅画也是很抽象 我们的生活 看一下这是我们 我们的生活其实充满着很多有魅力的事情 只是要有一点发现美的眼睛 再来看这个 我十多岁学打字时候的打字机 才一百二十块钱 然后这个红木的 我不懂它是加了四把椅子才一千零八十块 真的都是很不错 sorry啊 刚刚看到一个他们的同事在吃饭 哇真的都是很多好东西 我也是因为最近想添一张大桌子 然后想添一张大桌子 因为我们频道的老朋友知道我们的茶叶都在路上 都还在海上 但是想添一张茶桌 所以就想看一看 其实这张还真的是有一点点可以作为备选了 我们再来到它的另外一半 这边就有很多饰品也是很不错 很传统的这种灯具 然后白色像这两个是两只老鹰了 还有一些活像我就不拍了 然后这些都是一些很有特色的玩意 也是很多都很有特色 真的都很漂亮 千奇百怪零零种种 还有这些马铃 又有童趣又有时代的味道 这边的这套餐具也是非常漂亮 像这样的水晶杯只有四块钱一个 如果是在雾节路上买 加一个零都有可能 还有这个蜡烛它也是那么漂亮 还有后面有很多中式的西式的画 这个是松鹤炎炎也是很美 还有很多的一些器物都蛮有特色的 真的是可以花一点时间看看 这边还有又是一块地毯啊这些 都是很有特色 我再转多一会儿跟各位分享 刚才如果看到的都是一些细物和玩意儿 那还有很多很传统中式的这种螺框 很久都没看见了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餐具 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餐具 很多都其实看起来 还是可以有一些它发挥余热的地方 改天真的是可以过来买一点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想挑的 就是一张桌子 当然这个茶壶看起来也是很美的 今天这个淘二手店的过程 其实还需要有一点时间 但我就不拍给大家了 但是我看着这个时事求是的几个字 就想跟各位分享 不管是什么时候 每一样东西都要充分利用 然后尽可能发挥它更大的价值 那我们生活中就会有这样子起起伏伏 但是找到了继续把它用好 那就是很有味道 这边还有这么大一套书 这里是星体之道 我们就用这个千词百福来祝福我们进口前的每一个好朋友 谢谢再见 所以就带着我们买的东西离开这家店 最后他们还告诉我这家店 其实在小红书上也是有推广 但不做广告了 就不讲它具体名字和在哪里 给各位看一下我们买东西 给各位看一下我们买了三件宝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